一方绣架 撑开江南 千年丝绸 十指春风 绣出湖上 几分春意 一针一线 跨越了整整 两千多年 杭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杭秀 杭秀 始于无悦 顶身于难受 其在刺绣记忆上 吸收并融合 苏 香 树 月 四大名秀之长 秀法多变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色彩夺目 金碧辉煌 因其有着传男不传女 传媳妇不传女儿的行规 又被称之为南宫秀 杭秀的基本工艺过程包括 画稿 配色 上崩 描稿 批丝 彩绣 盘金 然而杭秀依旧逃不过战乱和灾荒的打击 在后来已如深谷幽懒 显为人知 赵以军 县省市航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 选择在当时 接下传承航秀的衣博 我一个人做 做不了那么多东西 所以现在呢 只有把工廷航秀这个载体呢 定在了 那个 佛教面上 而真正的工廷航秀呢 几乎在社会上面已经 激临市船了 我就是感觉到 老祖宅在留下来的 在我们这里的市船 那是相当可惜的 所以呢 传承了我们师父之类的衣服 一直感到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